天气比较热呢 大家看起来火气都很大 因为昨天柯P柯文哲市长 他也发怒了 就在那个里长座谈会当中 他还拍桌还怒枪里长 里长也不甘示弱 爷爷拍桌也枪回去 到底为了什么事 谁有意识形态 这句话指控还蛮严重的 到底讲的是谁 又跟什么事情有关呢 意识形态 好我们带你看看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跟信邻区的里长进行座谈 居然上演了这种拍桌火爆的戏码 您从画面中看到这一位 是信邻区的这个西村里的旅长 他叫严长生 他质疑法轮功长期 就在台北101战地绕民 他说柯文哲你为什么不处理呢 他说法轮功真的有打人吗 他们就打爱国同心会 而且我这里有证据 他说我不是在跟你讨论 意识形态的问题 你不要一直扯这样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打人 你就把证据拿出来 双方就这样子 而且怒呛了好久 那么这个里长一直说 他有证据 那柯文哲就说 好如果有证据你就拿出来 法轮功如果打人 我马上叫警察把他带走 到底这样有什么问题 结果这个严长生又说了 法轮功到底跟你柯文哲 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屡次都要帮他背书 替他撑腰呢 柯文哲就说 法轮功只要打人 在法上是一样的 一律带走 柯文哲一直重申这一点 但是双方真的扯不清 昨天就在这个里长大会当中 呛了起来 而且还互相排桌 对台北市长柯文哲 满满的抱怨 他是台北市西村里里长 颜长生 镜头前细数柯文哲的不是 里长标科好威风 还原前一天座谈 里长严长生质疑柯文哲包庇法轮功 还问法轮功跟你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替他们撑腰 柯文哲拍桌回呛 法轮功如果打人同样带走 里长也不甘示弱说 你很奇怪耶 柯文哲按捺不住走人宣布散会 口气上面都没有很恶言 他只是一直重复的问 柯市长说 为什么你可以 为什么你可以 那可能重复问吧 柯市长就越讲越急就站起来 柯文哲被里长挑衅 当场起身动尾条 又出现了招牌的抓头动作实在很苦恼 他是把那个 公文就甩在桌子上说 好会议结束 结束 区长跟副市长有 就是过去里长那边做安抚的动作 在旁边看热闹的里长 还原整场经过 里长柯文哲两人火气都不小 和里长的座谈 也仍像是场闭门的吵架大会 小丁新闻综合报道 血压又飙高了 看起来柯文哲 不过他后来抓抓头呢 人家原场以后他也坐了下来 那么后来还跟大家一起合照 不过大家也对这个里长非常好奇啊 怎么一直就锁定这个问题 还一直叫柯文哲道歉 说你为什么要让那个 信一芬局局长下台呢 好这个严长生 讲到他的话 独家画面带您来看 也许您会有印象 因为去年年底选前 他虽然是国民党籍 不过他可是呛下说 他不会投给连胜文 因为他是深蓝的 他说就连这个大明王朝 这几个字连胜文都不应该讲 马总统后来还亲自致电 向他恳求说 你还是把票投给连胜文吧 事后连胜文也亲自登门造访 他可以说是一个死中的马咪 那么他其实对柯文哲 真的非常感冒 也不怕外界到底怎么看 不过这一抢 让他的声明更大了 现在还有人起底说 他根本在中国大陆 是有生意的 他在武汉投资 钢铁工厂 不过对此 他一概否认 严长文 动作严长文 动作严长文 九合一选前 林胜文特地登门拜访的 就是他 抢科里长 严长生 是马总统那个 我就这票投给他 但是我不站台 除了他道歉 他连道歉的勇气都没有 他骂人的勇气都那么大 这个不可以 因为马连大名 王朝新杰 严长生一度表态不挺 总统为此亲自致电 恳请严长生回心转意 可见他和来因关系 多深厚 令国民党政超过半世纪 忠孝军人退伍的他 是标准死忠马迷 严长生这一呛 也被外界解读 是替败选的国民党出口气 连生我都没有跟他站台 怎么是捧他呢 我捧他我不跟他站台 所以这个话 都是你们 你们要这样捧的也可以 你们要回也可以 都是你们在搞 我哪一步 什么都捧过连胜文 网友更指涉 他在大陆武汉投资 钢铁生意 挂名总经理 他气呼呼 一口回绝 我们有在大陆投资 我们有在来 他们怎么讲 我现在这些是垃圾 我现在就全在台湾嘛 我在二十几年 对吧 我上什么班嘛 铁杆来引猛将 严长生过去有呛 连胜文的记录 现在再加一个柯文哲 可见他的大炮性格 三立新闻 姚丽强 我要请台北报导